Zither Harp 我们是OK开乐的 音乐在我生活中 可能是这个事业上 对我来说最好的兴奋剂 能让我每天充满好奇心 想起肯定大家都想过 因为确实有一阵子 它没法作为生活主要的经济来源 所以想过要停掉 作为主业的这个工作 但是从来没想过放弃做它 因为它还是我到现在为止的人生里 最能让我感兴趣的事情 音乐对我自己的改变 它突然多了一个表达的出口 它可以玩玩我生活里 很大一部分 不能用正常语言去表达出来的一些话 可能听起来比较矫情 但确实是自己最想说 但是又平时最羞于说的方式 所以才把它做成歌 其实做音乐和做菜很像 你开始去做它的时候 都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过程 但如果你碰出来一个是你之前没做过 但又非常让你欣喜的一件事的时候 那种成就感是其他的东西没法比你的 酸汤肥牛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道 既开胃又下饭的菜 虽然做法比较简单 但是用料偏多 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做一下试试 我有时候做饭的时候也会听一些歌 或者我写歌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饿了 就想吃一个特别极想吃一道菜的时候 可是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一个是保你口服之语 一个是保你的听觉上的最大的愉悦 我觉得这都是很美妙的东西 至于为什么起麻油这个名字 其实还跟我的那个名字有关系 我叫马迪 那个迪字是一个油一个也 大家可能客气一点 就不叫我名字叫马油也 我想取个鞋鞋 麻油也也听话听 当时也没想过能把它做到今天 可能很多人去喜欢 或者去不喜欢 只是单纯的觉得有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一块玩 不嘞 Ow sheriff 政府 房子 政府 这个 高兴 我 我们 然后 好 可能 我们 这 我们 ację 預備 должны 感谢观看